請看一下下面這個地方 注意聽 請看這個 好啦 不要講話了 好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說乘法公司對不對 是不是有這個A加B平方 好 注意聽 還有A減B平方 我們都交了對不對 好 現在交的是第三種 而且這個是最常考的 分別是A加B乘以A減B等於A平方減B平方 這個地方你把它打信號 因為這個提方公司你會背 但是問題是怎麼用 好 那我先講一下題目是這樣子的 如果題目給你左邊請你想到右邊 然後給你右邊請你想到左邊 會嗎 我再說一遍喔 公司先背起來 就是A加B乘以A減B 是等於A平方減B平方 好 題目給你左邊請你想右邊 給你右邊請你想左邊 好 所以我們要練習第一題 請問你87的2次方加13的次方是給你 是不是先給你右邊 對不對 右邊 那右邊這個地方誰是87 A吧 A就是87嘛 對不對 那誰是13 B 所以它是不是很像A平方減B平方 那它等於什麼 它是等於A加B乘以A減B 對吧 誰是A 就是87 所以要寫上去87 87 然後這點多少 13 所以答案多少 來 8加13呢 答案是 100 100 乘以74 所以我們等於7400 這樣會嗎 好 但是你注意聽喔 第二題你如果用印算你會很痛苦 好 我們看這個題目怎麼算喔 我先跟你說 我不建議你這種題目你該用印算的方法 也許 因為那是因為我為了把題目變簡單 所以我把數字用少一點 如果外題目數字很複雜呢 你如果還印算的話你會哭出來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怎麼算 再看一下這邊 這個題目呢 也看這裡 87乘以113呢 它給你也是左邊 注意聽 哈囉 他給你也是左邊 左邊什麼東西 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各位怎麼想喔 我教你這種題目怎麼做 你先把87跟113呢 兩個先相加除以2 他剛好是200 200除以2呢 100 所以注意聽喔 87相當於100怎麼樣 乘以100怎麼樣 沒有錯 113就等於100加13 87就等於100-13 所以這個時候注意聽 他的A不是87喔 也不是那個113喔 因為我已經把87改成100-13了 我把113改成100加13了 所以這裡的A應該是100才對 B呢是13 所以要相當於A加B乘以A-B 沒有錯 他等於A平方-B平方 所以A是100的平方 減掉13的平方 所以要等於1萬 減掉169 之前叫你倍平方對不對 好所以答案 答案等於9831 這樣會嗎 OK啦 OK OK